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日本把它发扬光大 然后把双面刃改成单面刃 然后发扬光大 我们台湾的剑刀是从日治时代的时候 从日本人开始教授我们台湾的剑刀 那我们台湾的剑刀就从日治时代 一直延续到现在 到现在这个规模 我们台湾的剑刀 当初想学是因为 从小就比较喜欢动 喜欢运动 那本来是想要学空手道 但是因为妈妈觉得说 空手道比较危险 比较容易受伤 所以决定就练剑刀 那目前是学七年 在昨天刚升三段 剑刀的精神 我们主要熟悉它的精神 从最基本的学剑刀第一件事情 学习它的尊重 从尊重开始学习 然后第二个学习忍耐 然后再来的话开始学习剑术的部分 那我们见到讲究的精神是 人治理仪勇 就是我们见到的要学习的部分 精神的部分 很有趣的是在比赛的时候 原本是敌人 但是大家都会在 比赛完那三分钟之后 就会变朋友 二十岁大学的那一年开始练 然后今年五十五岁 已经有三十五 精道的精髓 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种与人的竞争 然后强调 所以我们初学者 我们都称为要一个忍字 都会看到后面 武术都是这样 你要一个忍字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的精髓 反而是去寻求那个初心 你为何要去练剑刀 你为何要练这个东西 所以两个会 也是有不同的阶段 我从以前就比较好 比较容易漂浮 坐不住 那我对每一个兴趣 通常都大概三分钟 就会想要放弃 那自从开始学剑刀之后 就比较能够持续 也比较容易定下心 去做每一件事情 那对想要做的事情 也会更执着 那我们三岁 在哪里 来 然后这几万 二十四 预备 小朋友的話呢 我們現在台灣這位 小朋友最缺乏什麼 對尊重的認知 對尊重的認知 那見到從近來的禮儀 近禮啊各方面的 這個禮節的部分 就是在訓練他 什麼叫做尊重 讓他知道什麼叫尊重 然後在進而發展 我們所謂的感覺統合 感覺統合 對小朋友的腦部發育 對他的專注力 有很大的提升的效果 到後面大約半年 開始自己教的時候 就每次都會去想 自己在教的這些動作 跟知識是否合理 然後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做 就在教的過程 也會去思考自己的 教的內容 也會去檢討說 自己有沒有教錯的地方 跟有沒有講不對的 有的話就會馬上去做修正 讓他們更新 然後不要去做到錯誤的行為 然後不要去做到錯誤的行為 他必須要訓練你的腦力 訓練你的專注力 你要辦法跟人家對打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每一個事情就跟在練習的過程是一樣的 都有辛苦都有低落也都有瓶頸的時候 但是當你過了那個瓶頸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沒有那麼難 都很簡單 只要你願意 只要你願意底去承受這個 讓你覺得難受的時候 那你就會變得更厲害 我回來 壓力 … 括 Be 大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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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